英國蘭、五十蘭等多家知名飲料店 相繼被驗出使用含有毒素的茶葉 北市府為了控管手搖杯品質 特別要求所有業者進行食材登錄 原先應該要有上千筆資料 但議員調查後發現 業者實際登錄的比數 竟然只有十分之一而已 在五十蘭的飲料品項裡面 竟然只登錄了九樣 你的產地是台灣的哪一個縣市 還有過敏源有沒有 認證標章有沒有 下面也沒有這個檢驗報告 那麼這樣子的登錄 簡直是把我們當三歲小孩 對於茶飲業者選擇新的將產品 食材登錄在網站上 議員通批根本就是不尊重衛生局法令 甚至是藐視消費者的權利 讓民眾還是只能處於喝的 不安心的不利環境下 對於飲料業者沒有依照要求 嚴格登錄所有品項的來源與食材 衛生局強調 目前雖然沒有明確罰則 但為了讓民眾喝得安心 會盡快修法 監督業者確實登錄 凱破大台北數位新聞 郭哲明採訪了 謝謝大家